Will Sow,他問2269,若名,好像為什麼你上來也有人問若名 他做得很好,他問一下你的建議 因為他說他3月的時候買了,87元 其實現在賺了不少 他就說你的看法是看他的目標價是多少呢 他說現在現水平應不應該指賺呢 他說多謝你的建議 我覺得這隻股票也屬於一隻長線看著的股票 我覺得現在這一段 如果你看到近期,雖然股票好像有些雜幅波動 但單日走勢,其實每天都是洋足 證明其實只要他下降 很強勢 只要下降,已經有人托上去 我覺得你暫時有絕 如果你說你現在還在賺很多 你說真的想短線獲利 我覺得可能你會定下指賺位 譬如說那個跌穿回 一跌穿回,跌下去才叫指賺位 如果你可能先去100元這個心理關口 一班可以走走 但我覺得不用太害怕 這些股票應該長線都會繼續休息 我覺得你應該繼續持有 看看可不可以再嘗試支持年初一些高位 因為這些股票我也說過 其實我們經常說生物醫藥就是我們的未來 就是很多藥品的研發 但我們外行人很難理解哪一種藥可以 哪一種藥不行 而這個公司做的任務就是 我不管你哪一種藥可以 你的藥也要研發 我承包你整個研發過程 其實是叫做收服務費的 如果越多的生物公司來幫助它 很簡單 我不管你的藥最終行不行 我先收好錢 是 實際上 business model 在外行人我們來說 就比較容易掌握 對於這些股票來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看得很新的科技行業 其實這些股票 可能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考慮這個 是